我不知道您怎么看 我们先从第一个 小英好像就是说 一副态势就是赢定了 参议文主席 所以他就对很多敏感 真的他都不说了 我想第一件事 我很遗憾是 等到现在剩下20天了 昨天20天了才辩论 那下一场辩论是1月2号 等于是选前两周才辩论 那事实上以前都是在选前 大概一个半月左右辩论 那为什么拖这么晚 我想这个也是民进党的策略之一 基本上就是 不管有任何的情况 就是先偷过再说 我觉得这是对台湾民主 很大的一个伤害 其实不管选情是对你有利不利 尤其是总统大选这么关键的 应该要把政策说明白 在选战当中有关 两岸政策的过招的时候 我想民进党蛮常用一个来 批判国民党 就是说这个 国民党又用这个对岸来恐吓 恐吓 那过去的恐吓是指说 军事恐吓 那现在他当然可能也会讲到说 是经济的恐吓 因为变成就是说 好像你如果不承认 不接受九二共事 或者等等的 保持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 可能我们的财 我们的经济就会这个空洞化等等 所以恐吓恐吓这一部分 那我觉得那这个国民党要如何因应就是说 好像老是拿这个的来吓台湾人 你要怎么说 我绝对不会如此 我是很务实的在讲说 它可能会形成一个障碍 我不会像民进党当时说 我们在支持两岸关系 2008年或2012年 我想警卫兄或很多听众朋友还记得 当时在讨论 比如说 我们要不要三通直航 你记得民进党的某位高层人士 还说如果直航的话 那不是他们可能直接空降到 直接空降到总统 日马屠城 屠城 直接空降到总统 这是民进党人讲的 而且民进党的某位高层讲的 那一样我们要签ECFA的时候 蔡主席的名言 大家都记得 我昨天有提到 他昨天没有解释 他不是说如果签ECFA的话 就是自由贸易协定 跟大陆签相关经贸合作的话 要造成四百万人的失业 这个恐吓才大了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反而是变成民进党在空 民进党就是认为说 我们只要这个 那如果他照他这个逻辑的话 那怎么可以加入RCEP 那怎么可以加入亚投行 那更严重 对我们产业的冲击 对 问题不是这样 问题现在区域的合作 我们不可能排除中国大陆这一块 那我们要跟新加坡合作 我们要跟纽西兰合作 我们要跟日本合作 我们要跟韩国合作 要跟美国合作 你能够不跟大陆合作吗 所以这个不是谁恐吓谁 所以我们反过来讲一句话 就是说 我是很务实的面对两岸关系 而且很务实的讲 这个两岸关系 影响的不是只是政治的问题 影响的是台湾经济的问题 影响到我们下一代就业 或者是我们影响到 下一代的市场的问题 是好 谢谢 好